嗯 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老師 然後就可以開始 那大家好就是 這一場的老師是圖文超老師 他是Idea to App的 創辦人之一 然後也是一直在web前端有一些貢獻 也在中國開原社的 有一些努力跟貢獻 然後他也是中國開原社的正式成員 那 就請老師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MobX 跟一些區塊鏈項目上的實踐 好 那老師可以開始了 好多 我看了我看不看麥克風 看了 好的謝謝大家 然後 今天這個題目的 這個議題的起因 是因為之前 我們討論大概是有 之前有開發過三個 跟區塊鏈項目相關的一些 就是項目 然後包括有 比如說 Dao的一個治理平台 那麼 在 這些項目上我們就 累積了一些 經驗吧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我們這些項目的就是 有一些很共同的特徵 就是 我先說 就是我 我非常喜歡台灣電影 就是 所以就是 我之前就是 就這會沒來台灣也特別遺憾 就是 之前我就對台灣整個印象就是 是 楊鐸昌的古領街 《少年殺人事件》的這個 《Bright Summer》 然後還有這個 《恐怖分子》裡面這個 抽煙的這個 那個 這個男孩 還有一個就是 侯孝賢電影裡面那個 標章化的那個阿公 我當時為了 我特別喜歡閩南語 然後當時為了 就是學閩南語 然後看了所有的這個 侯孝賢的電影 然後接著往下講就是 這些項目有一些共同點 就是他 比如說數據接口會來源很多樣 他有 去中心化的 包括鏈上數據啊 然後還有就是 自己部署的一些 subgraph訣點 然後還有 像 如果你要做 safe 做多千種交易的話 還會有 safe交易這塊的數據 然後與此同時呢 就是大多數的這種 項目 他也有自己的一塊的 中心化的服務 就是 如果他 他就是 不是單一對接 metamask的話 比如說他想做自己的用戶系統 然後通過 比如說用郵箱 或者是用什麼域名 這種形式來 關聯用戶的這個 錢包狀況 那麼其實他還有 很大一部分的中心化服務 另外現在比較火 比如說 像discord這塊 他們也會 一般會做一些對接 然後 就所以就是涉及到 挺多這種 中心化的認證服務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 長期在做的一個項目 是那個 DAO的一個治理 然後那個 也是就是之前是 以太坊 排名前五的一個項目吧 對 然後 他要做這個 DAO的平台的話 那他就涉及到 他還要對接一些 第三方的一個應用 那這些第三方的應用 又有一些 比如說 是用Graphcube 然後來寫這個請求的 所以就 總的 來講就是 就是 數據的接口來源多樣 然後 如果你在沒有API Gateway 這種平台的情況下 你就 那種情況下 你要滿足一個 業務需求 你要合併很多個來源 接口的一個 數據請求 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是 在這幾個項目的 積累一下 就 大概摸索出來一套 就是說 怎麼用這個MobileX加 履運模型呢 然後來對這個項目做一個 就是 比較好的 規劃和 對 然後 就首先我們 做的一個是 就是首先 比如說 要把 API層和這個 API請求層和這個 接口 Store層做一個分離 就我們 首先我們的網絡請求庫 也是我們這個團隊 就是合作封裝的一個 KOHIX的一個網絡請求庫 那麼他呢就是說 就是把接口請求封裝成 就是面向對象的 這種 RESTful API的這種類型 就是 你調去接口 最後就是會 你可以 如果你不用它這個中間鍵的話 就基本上完全是一個 網絡請求庫 對 然後 你可以 這網絡請求庫 就是說你會 就是你 比如說你有一個Client 然後你去 Get 去Post 去Delete 然後去 去做責善改查 他們就都是 非常 符合這個 RESTful語域的 然後 在這基準上 我們就 呃 繼續往下 做進一步的封裝 就把這個 API這層給提出來 到我們做的一個操 一個操作是怎樣的 就是我們 又 基於此封裝了一個 MobileX RESTful的庫 就是說 我們會把我們 我們業務裡面經常用的那些 就是中心化的數據啊 那種 那種接口服務 我們就封裝成 就是非常符合 MobileX 非常符合 RESTful語域的 比如說 Update 1 Get 1 那這些其實 如果你的 後端的接口是嚴格符合 就嚴格按照這個 RESTful語域來寫的 那麼其實我們在 很多時候 只要 在一個類上面 你也繼承一下 我們的這個 類 我們這個 MobileX RESTful Store上的 List的Data 就是List Model這個類 那麼 後面的 Get 1 Update 1 或者Delete 1 它就是 就自己都有了 你可以在 組件層或者是 試圖層那邊 就直接調用 因為這都是 就非常符合RESTful語域 像比如說 Update 1 就根據ID的為之 然後調用Patch 或者Post的方法 那當然 如果你的業務 有一些就是 特殊情況 比如說Get 1 有個特殊處理 或者Update 1 那你可以自己 就是從寫 它的這個 頭上链上的方法 對 然後這是 就是 中心化的這種 比如說我們Client 然後另外一種情況 比如說 我們還會用到很多 像 鏈上的數據 那鏈上的數據怎麼取呢 就是 我們之前 就一直是 用 就Contract 然後掉Masset 那種方法 但是 問題是它會缺少 類型提示 就是叫 剪刀吧 好好 OK 對 然後就會缺少類型提示 屬於是屬於 屬於 屬於 對 然後我們就封裝了一個 就是相當一個是一個中間鍵吧 然後通過 這個 SS 你去做一個 鍵上數據的請求 那我們首先 就會有兩個SS 就是 它有一個SS 但是我們會 在Class上 我一般會審明兩個 就是 一個是ReadSS 就是你去讀鍵上的數據 那麼這個的 因為它不要簽名 不要Signer 所以這個是直接 你 這個SS裡面你注入 我們已經封裝好了 會給它注入一個默认的provider 或者是 來初始化 這是在Coreless Assessor這層事件的 所以在ReadAssess 在 你只是讀取 鍵上的數據的時候 ReadAssessor的時候 你其實 只需要傳錄 就是 它這邊就都會有類型提示 我們是通過TypeTrain 來給它做合約的類型提示 我們這樣的話就 鍵上之外 APS這層我們就做一個 大概是這樣的類型的優化 這樣的話 我們首先是就是把 ABI層和Store層來揭 然後 而且就Mobile Express4的話 我們就是 就是 通常的話就具體 呃 對應了很多場景 就大家有空話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Mobile Express4這個窗戶 那麼它主要是 呃 首先我們看列表哈 就是首先有最簡單的這種 呃 列表 那麼你傳這個 呃 Page Index Page Data這種 那你就可以去去數據 這是 呃 就我們最常見到的 呃 這種列表 然後 你只需要寫在這個 你繼承一下這個類 這個List Model的類 然後在這個 上面寫一下這個Load Page方法 就可以了 後面呢 我們都在底層給你封裝實現了 就是包括 呃 怎麼做分頁 然後 呃 怎麼做那個篩選 Filter 然後Page Count 這些我們都 在底層給你實現了 這個List Model裡面 對 首先篇幅就先不往下面講 非常多的細節 然後另外一個需求 就比如說 在列上數據 它有很多情況下 它要就是 做一個預加載 像 呃 嗯 Safe啊 或者是 在我們在做 區塊流域名系統的時候 它有一些數據 它呃 拿到數據之後 你還要去反查它的交易細節 啊 Transaction Data 然後所以就會 有個預加載的需求 然後我們這邊是 就是實現了一個Buffer類 Buffer類裡面呢 會做一個 Preload 就會做一個 LoadingList 這樣的一個處理 然後呢 同時 比較簡單的是 你也只需要實現 你的這個 LoadPage 就是你的這個 你的 計程的類上的 就是你 手上的 這個LoadPage方法就是 就上面這個方法 那這樣同時你就可以 呃 做一個PreloadList的處理 那另外 我們還有一個種情況 就比如說 呃 有些接口 它是那個 流逝加載 StreamList 那在 流逝加載的時候 其實我們 你拿到這頁之後 你才能拿到下頁的 NextLink 或者是 呃 NextValue 或者什麼這些都好 你拿到這頁 才可以拿下頁 那麼我們會 就是也實現了一個 呃 抽槍類吧 叫Stream 這塊好像有沒有 我看一下 哦 對那個Stream類呢 你就可以就是 呃 通過一步迭代的方式 然後你去 拿這個 就是如果是 它是流逝加載的那種接口 那麼你也可以通過一步迭代 在後端 就是我不用關心 呃 我不用關心你 這個接口是怎麼實現的 反正到後面我會給你就是 通過這種迭代 然後 給你一直一直往上拋 最後你其實用起來就跟那個 我們最簡單的SimpleList 這個接口是一致的 你傳那些參數進去 然後我們同樣給你 給你做 列表的分页 然後去做列表的查詢 對 然後 在此基礎上 如果 比如說你要混合兩種數據 呃 兩個列表的數據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 呃 一個新的列表 那我們也 也有相應的一個處理方法 是用的這個 MurgeStream 這也是在 呃 這個MobileAdress法上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可以把 這兩個來源的 這個數據流 然後給做合併 然後做一個 就多來源的一個列表吧 對 對然後 嗯做完這個處理之後呢 我們就 呃 就基本上可以開始 就把API 製成講 我們就可以開始講 我們的 呃 Store是怎麼的一個呃 設計的 就是 我們 就是嚴格按照這種 就是 領域模型的這個 來設計Store 就是我們把業務 就是 給抽象出來 就是你針對一個模型去 呃 增山改查 然後去查列表 然後在這基礎上 就是 來設計Store 就是我們如果去 設計一個Store 那設計完Store之後呢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Store 然後 就是 業務越複雜越大 像我們這種 有 還有第三方 這種認證 或者是 呃 要對 對接第三方應用的話 那它的 就是Store會越來越複雜 那這時候我們 我們之前的處理是 就是 就還是全區的這種Store 就是可能每個Store 都是全區的 然後 這樣去順順 但是這邊 最開始這樣處理的時候 遇到一個方法 遇到一個麻煩 就是說你會 在 很多的頁面下 你其實會 要用很多是這個方法 比如說你去拿 User的Session 那很多頁面 都要去拿User的Session 你都要在Community的Mount 或者是在 如果是 你用 用Next.js框架 就是我們目前用的是 React框架 就是 就一個單頁應用的數量 沒有做那個 浮端線 然後 然後 那 你 UserSession 你要去取各地方的Session 然後再一個 比如說都是 我們這個業務 是就是比較依賴 這個DAC 或者是DAO 就是 來做這個 處理 就是 基本上所有業務都依賴於這個DAO 對 然後 然後 那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 發現這個全區的就是 每個Store 你都是全區唯一 然後你分別去取 分別去掉 就會 就會 比較亂 然後會重複调用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 嗯 做了一個 後面做了一個優化 就是說 對這個Store 你來做一個分層的處理 那麼分層 就大概分層了 三層吧 第一層是最高的 就是RootStore 那麼這一層是User 因為你基本上整個平台都是要登錄的 所以我們User層就負責Session 然後這塊Session呢 就主要 然後 像 如果你要對接MandaMask 或者是其他第三方 其他第三方的 那你就是這塊 你可以通過MandaMask來做 然後像我們這塊是 有自己的用戶系統 對 對 所以我們是通過我們的這個 也是用戶系統的一個中間鍵的一個庫吧 然後來 去取它的Session 然後 對然後通過比如說LocalStore 或者怎樣或者怎樣的時候 然後輸入 然後在UserStore 就是 然後就 我們 页面的Store大概 我們 Store大概分成為這麼三層 就是包括User 然後DAC的DialFrame 然後包括ModuleStore 就 就這一類就具體到 像Proposal 提案這種應用 包括DAC的信息 Information Operation 然後邀請 這種 具體到下面的一個 你的領域 然後 一個Module 一個Store 對 與此同時呢 我們的頁面結構 大概也是這樣處理的 就是我們 會有UserFrame 那UserFrame 你就是在最頂層 你會 你要負責 來維護這個Session 用戶去取Session 或者去Lockout的時候 你要把負責 就是要取到Session 要清理Session 那就在這一層是 維護用戶的狀態 那我們的頁面 另外又會有一個 比如說PageFrame 那這個Dial的PageFrame 那在這一層呢 我們就做Dial 或者說DAC 它的這個層級的 所有的基本信息的 一些查詢 那像很多 很多數據都是 只要在這個Dial下面的 那種子應用 像Proposal Task 或者是 Cherry 或者是 Safe多些 這種 這種子應用 那麼它都是能用到 就是Dial很多 共同的數據的 那麼 我們就在這裡 就做 在Dial這層 做這種 共同數據的管理 就去獲取它 最基礎的信息 然後獲取到 Dial 就是能獲取到這個 Dial 它 非常基礎的一些信息 然後獲取到呢 再分別注入到 我們下一層 Module Store 裡面去 通過這個 什麼 去生成這個實力 這樣的話 就 不像之前一樣 就是唯一的實力 那麼這些實力 就都是依賴於這個 Dial Frame 這個Store 這層級的Store 這樣的話 由Dial這層來管理 來管理Dial的狀態 就包括Dial的一些 基本信息啊 然後 可能這邊還會有一些 用戶的狀態啊 Join Admin 這種 都交由Dial 這層來處理 那麼到子應用這一層 那麼其實就 比較簡單了 那你子應用 就是我們剛講到的 就是你 每個Information 或者Invited Operation Proposal 這種Module Store 那你在這裡面 都是針對你這個Proposal 去做增產改查 去做查詢 對不對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大概就把這個 Loot Store 然後Page Store 給做好了分層 然後呢 像 那比如說 還有更 更下一層呢 比如說在Proposal 在議案裡面 我們還要去 有投票 還要去有那種 就是有投票的列表 有有投票的列表 還有 用戶的投票 還有這個最終的投票結果 那麼再往下一層 那麼我們就 繼續按照這種分層的想法 我們就 Proposal這一層 比如說再往下注入 你在Proposal的時候 甚至這個時期的時候 你去Get1 Proposal Get1 然後你去取 一個比如說Walt Store 然後通過注入Proposal ID 那你就 又生成了一個Walt Store 然後就來從那個 Walt的Store上去 取你需要的一些狀態 對 對 這個 大概就是 我們整個這個Module Store的一個 處理 對 然後呢 我可能說太快了 那 嗯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嗯 嗯 我可以 SimpleList這塊不用想 這是一個最 我們可以看一下 呃我們的List Model 是怎麼實現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 其實今天主要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Mobile Express 我們封鎖著這個库的一個作用 那到後面的Store設計都是 呃我們從業務裡面 業務從積累出來的 就包括這些 SimpleList ReloadList 還有MultipleSourceList 這些都是我們從 具體業務場景下 積累下來的一些 嗯 一些 嗯 一些用法吧 對 然後在這個 可以共享這個倉庫了 嗯 在List List Model這個抽象類裡面呢 就是我們是 通過這 呃這一層來做這個 呃 來做分頁的 就是它首先 它也是繼承了 Base Model那層 然後這剛剛我們也說了 在Base Model那層 我們做了 就是最基本的 Get one Update one Delete one 這種API的這個 Restful API的那種 增加改查 然後但是具體到列表 這一頁 各種不同的後端服務 它的列表可能是不一樣的 有像 就最簡單的你傳 呃 你傳分頁参数 Page Index 你就可以拿到第幾月的數據了 那這種是非常方便 那像其他的 呃 有流失加載Stream List的話 那我們就其實 就要做 就預先你給他去 我們把這些數據都拿去拿下來 然後 把這個拿下來的數據之後 給他平鋪 平鋪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來給他做一個 我們來給他做一個分頁 就是 我們 就總而言之 我們所有的這種操作都是想 就是 嗯 把所有 複雜度都封裝在這個 API這一次 那麼你就可以 你就 在你的試圖程去調的時候 你就不用關心它 怎樣是具體實現的 我們最後都會 封裝成這種 Restful 就符合 Restful API語力的這種 接口 然後 你在試圖程那一層 你就不用關心 具體的 model這層是怎麼實現的 你只要按照 就Restful的這種語音 你去調用 你去get list的 你去傳你的 你去傳你的分頁參數 你去傳你的page index 你去filter 那你傳到我們model這層 然後我API這層 我給你做 做我的處理 然後我就把它封裝成一個 就是Restful的語音 這樣的話就 可以把這個關注點做一個分離 分離 嗯 對 這都是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pending list 這buffer抽下來裡面 做就是跟那個preload list 相關的一個 一個處理 然後stream list 就是這個流池加載 就是 你在拿到第一頁的數據之後 你還可以通過next link 去拿 或者next value 去拿到第二頁的數據 拿到第二頁的數據 再通過next value 去拿到第三頁的數據 那就是 就是我們實現的一個 stream的抽象類 通過這種方式 然後 通過這種方式來 就是把這個 你 你在 你在API這層 我們來給他做一個 就是 一個 generator 用那個generator 就是 最新的那個generator函數 來給他 決定要用去取那個數據 對我們把它平鋪 平鋪 平鋪開來 然後你就可以 從我們平鋪開來的這個數據 這個list 去做分頁 對 然後 然後 我這邊 差不多講完了 然後看一下大家有沒有 什麼疑問 你說他 老師講的這個 就是有 同學問說 就是老師的這個 有網址可以分享嗎 因為他們可能想要看一下這個內容 這樣子 可以 這個故事開緣庫 但是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在做的 可能不能分享 不方便分享出來 對 對就是 就假方的 就是 可能一些需要吧 但是這個 我可以 稍後是通過 pdf 還是說通過什麼 分享出來 還是說我發到這個zoom裡面 到時候 對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MobileXRestful 就是 反正就是最基礎的那個 增山改查 這一層 然後 到列表這一層 可能相對來講 複雜一點 有普通的列表 然後有預加載的 還有streamlist 我們就針對這種 不同的情形做了一個 這樣的分類 然後都是在這個 MobileXRestful 這個modeling 在NPM應該也可以收到 所以老師 是 剛那一份 是可以分享 可是Github那一個部分 可能就比較不方便這樣 對嗎 Github也可以啊 就是這個MobileXRestful 這個窗戶就可以分享 但是我 我自己在做的那個 就是那個 區外鏈項目 可能不太好分享 對 就我具體是怎麼實現的 就我在我的倉庫上 是怎麼用這個 是很不太好分享 但這個 我們的這個 MobileXRestful 這個庫 開源庫是開源的 這個是可以 就是隨便看的吧 好 那同學他 這樣大概 有收到這個內容 那就 可能他先 可以先看一下 那 就看 目前可能現場 就 同學沒有其他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可能 看老師可以先 休息一下 等下一場的時間 再 回來 繼續為同學 做 一個介紹 下一場的介紹 我需要換 會議室嗎 下一場的話 還需要換 因為這個 Zoom的連結是 有時效性的 所以 可能到 下一場的時候 就要再換到我們 當初提供A老師的 另外一個連結 好的 好 謝謝老師 好的 謝謝 非常感謝